9月26日,剧台媒报道,女主持人杨思雅在某视频平台,前路娱乐圈前规则内幕,称某事后级女星被澳门大金主包奖,经常做直升机与对方密会。 杨思雅爆料,有一位是后级当红女星被金主包奖,而且对方还是澳门富豪。 这位女星经常做直升机与对方密会,保密工作好因此并没有被拍到。 而杨思雅之所以能得知,是因为好友是直升机空姐,亲眼见到了这件事。 杨思雅更透露今天内幕,称很多女星都喜欢被包养,莫为小花被包养后一个月的零花钱,就有4万澡币,折合人民币约3.6万元。 而且这只是零花钱,还不包括其他奢侈品领悟。 当然也有女星会选择赔税,赔税一次就要10万澡币,折合人民币约9万元。 不过最令人吃惊的,还是某男星,竟然有给好友戴绿帽子的爱好。 而且在绿完朋友之后,她还会继续和与对方做朋友,好勾搭朋友的新女友。 而杨思雅之所以会发现这件事,是因为这名男星对相关内容的不良影片很感兴趣,还问过她的老公。 杨思雅曾经参选过港姐,被誉为班牌陈宝拉,做了很长一段时间住持人。 作为圈内人,她的话有一定可信度。 不过,杨思雅并没有提到具体名字,事事究竟如何也就无法查证。 不过世上没有不透风的桥,也许杨思雅正是看多了娱乐圈内的迷暖风气,这才有感玩吧。 和照片